民主党主席柯文哲身陷精华全弊案 如今周刊又再爆料 柯文哲遭到羁押禁件 虽然是禁止通信 但是却没有注记 不可以看电视 因此他立刻花了3500元 向索方申购了一台掌上型的电视 一共是可以收看10个无线频道 那这样一来 柯文哲他就可以透过掌上型的电视 全程来掌握关键的案情 随时调整应讯的策略 律师黄定英就指出 柯文哲至少有三次 涉嫌隔空串阵的迹象 第一就是包括猪亚虎认罪行贿 柯文哲的大帐房李文中搜押禁件 案情急转直下 但是柯文哲却突然是拒绝提讯 恐怕当时就是掌握了电视这个案情 因此以拒绝提讯来拖延时间 争取后续强辩的空间 第二就是沈庆金 他拒绝认罪被延压 因此他行使这个监默权 另外就是这个帐房举子 成功潜逃澳洲 柯文哲都可以来从电视 掌握关键共犯 沈庆金没有认罪 包括是这个帐房举子 潜逃灭阵 这些有力的发展 因此柯文哲同意提讯之后 仍然是拒绝说明详细的案情 第三就是太太陈佩奇 找特定的媒体 开记者会来说明 柯文哲的家庭经流 因此这几家的特定媒体 就有柯文哲育中掌上行电视 可以直接收看到的电视台 但是律师也提到 近十年各级法院的贪污 贪污的判决 行贿被告认罪 收贿被告都是会被判有罪的 没有例外 因此朱雅虎认罪行贿 柯文哲最重 无期徒刑的违背职务收贿罪 起诉定罪率极高 也就是说隔空串阵 很难会有效果 另外来看到是群龙无首的民众党 12月7号也要来举行 党内的代表改选了 包括是党员人数 从总统大选之后 大约1万多人 成长到现在已经破3万了 但是台面下 派系的竞争也是暗潮汹涌 地方人士就分析说 这一次党代表的候选人 出现了不少新的面孔 一方面是要备战2026的地方选举 来争取曝光的机会 另一方面可能是部分 有意要来参选中央委员的筹码 而民众党秘书长周虞修 他就说一切都是要按照制度走 这一派系之间很多人选是好事 也盼外界来公平的看待 而周虞修也说到 如果说启动代理主席 依照党章的规定 只能够做六个月 就需要来辅选 他表就需要来补选 他强调说六个月不是地板 而是天花板 所以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 要延长柯文哲的请假时间 他也支持柯文哲回任党主席